因为最新的民调出来 民众党的民调是持续的下滑 但是跑到哪里 时代力量的民调是增加的 也就是说这些年轻的小草 还有一些理想性的小草 可能也看不下去了 那这时候他可能会跑到时代力量 那问题是留下来的这些小草们 他们的心情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 他们可能还是希望公平正义 还是希望能够相信阿伯是清白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内心可能也觉得 现在是要何去何从 那谢立功的声音 当然是在现在现阶段 是不符合民众党的主流民意 那对于整个民众党的发展 或者是对于个人是绝对不利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黄国昌啊张旗凯等等 他们都是顾着自己 不然在政治上 因为他们今天能够当立委 也是阿伯给他们的 如果没有阿伯就没有他们 这个我能理解啦 就是说他们今天能够当立委 就是阿伯 他们不帮阿伯 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当立委 人家可能就会这样挑战他 但谢立功现在说实话也不靠阿伯 他是因为民众党的理念或等等 现在留在民众党里 所以他发出了这个声音 其实是希望民众党能够走的长远 能够有制度 可是感觉上现在民众党就是 被这些人包围 不管是立委 不管是决策的这些人 都是在阿伯的这个 语音之下才能够成长的 因为巴西的这个委员 他们其实就是当然中央委员 那还有票选的中央委员 那指定中央委员只有一位 所以照理说 只是这次因为不分区委员多了 所以显得好像都是阿伯 清点的人进入到中央委员 可是之后我知道这个法要去修改 可能只有总召副总召 一共就只有三位 是当然中央委员 其实这个就代表什么 民众党很多党代表 已经有发掘这个问题了 应该是票选的要比 当然中央委员还要多 那当然这个是各有不同的解读 不管这些中央委员 是什么样背景 或过去是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被清点成为了不分区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当时还是有讲一个两年条款 这可能我讲话又要得罪人了 因为一到八的说 难道我就只能做两年 只有黄国昌说他到时候到了 他一定会离开 其实他没有讲 但我知道他们也不见得是恋战 而是说 因为既然讲了两年条款 那九到十六名 现在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我觉得要赶快在牛棚练球 也就是说 等到后年的2月1号 你们上任之后 能不能够马上上手 而且球要打得更漂亮 因为接下来就是 这个2026的九合一选举 这九合一选举 除了单一席次的 比较不好选以外 县市长 对 比较不好选 但是不代表一定没有机会 那毕竟现在也是 过去新竹市西门县 还是有两席 还是说它相对比较难 可是如果在县市议员 有没有可能遍地开花 有没有更积极的提名 更多的人 那我相信有些人也是愿意的 愿意来加入民众党 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阵痛期 如果过了 如果方向走对了 而且巴西是关键的力量 这巴西如果能够提好的法案 在咨询的时候 铿锵有力 打到重点 即便是八个人 我觉得可以发挥的功能很大 然后大陪2026的选举 如果有更多人当选的话 你的组织就必然强大 刚刚谢力公讲的很重要 就是这巴西立委 在立法院到底发挥了什么 影响力或是战斗力 或是监督的能力 除了看到黄国昌 旧阿伯 这个都是他的声量跟版面 其他的立委说实话 大家对他们的印象 好像不是那么深刻 中文字幕 左欣申